能够在台湾成立一个动物警察 这个组织应该成为亚洲各国效仿的一个凯模 这是我们的想法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陆 大家知道现在每年有三千万条狗狗在亚洲被屠宰 其中因为我们在中国推动明文立法的时候遇到的障碍 也就是中华民族已经有吃狗肉上千年的历史了 为什么你们取缔我们剥夺我们隐私的权利 你们这是从阳没完 台湾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台湾也是中国人 为什么台湾能够立法 为什么台湾能够抛弃这些肉席呢 我想很简单的回答就是 台湾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了 中国人为什么台湾能够立法 为什么台湾能够抛弃这些肉席呢 我想很简单的回答就是 台湾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了 所以我们世界医学联盟 要将台湾这个文明的表现 台湾社会的进步 在国际上广为传送